我们来看第四题,设A点坐标-12,B点坐标-3-4,C点坐标-5-6,且AB向量等于CD向量,是求低点坐标为何? 那题目的意思呢,给我们这些条件,要来求低点坐标 所以首先我们就来假设低点坐标,就假设它叫做SY 那么根据题目的意思呢,给我们这个条件,也就是AV向量,就会等于CD向量 首先我们来看AV向量,AV向量的计算方法就是终点V点减掉起点A点 那么因此就是3,那么减掉负1,Y分量是负4减掉2 所以就会等于CD向量,那么从低点减C点,所以低点就是S减掉5,那么Y减掉6 那么因此3减掉负1,我们得到是4,负4减2,得到是负6,那么就会等于S减5,Y减掉6 那么因此呢,S分量就会相等,所以S分量是4,就会等于S减5 那么Y分量就会相等,所以负6,就会等于Y减6 4等于S减5,那么因此我们得到S的值,就等于9 负6等于Y减6,所以我们求的Y的值就等于0 求的S值,求的Y值,那么低点坐标,我们就求的坐标,就是90 所以题目要来求低点坐标,我们求的低点坐标,那么就是90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